一只890公斤的狂暴大宗雄 嗷一下就对黑猩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选择和大宗雄正面对抗一下 就在这最危机的时刻 族群里的第一汉将库巴发现了异常 他手持长矛 飞身一跃 哭擦就是一下 就这样 1600多斤的大宗雄被一下干到 这不是普通的猩猩 而是一只有规矩有纪律的庞大军团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成寨 有守护家园的卫兵 甚至还有教育下一代生存法则的学校 他们的首领正是王者凯撒 人类研发的病毒 使黑猩猩变得聪明 反而给人类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仅仅8年的时间 地球上的人类就消失了90% 大多数的城市都变成了无人渠 而侥幸活下来的人 却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存在 就这一声枪响 凯撒立马带领族群 将人类团团围住 他们打伤了火箭的儿子 所有的兄弟准备要动手 可凯撒却没有下达屠杀的命令 凡尔对人类说道 这把众人吓得差点跪下 甚至掉在地上的背包都没敢捡 撒腿就是个炮 凯撒让库巴在后面跟踪他们 探查一下人类到底有多大的实力 却让他发现了人类的高塔避难所 回来的库巴提议开战 要先发制人才有胜算 如果真的打起来 必定是一场生灵涂炭 凯撒大帝其实黑色战马 带领军团来到了人类的城市 凯撒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先礼后不争 把他们的背包也还了回去 所有的人类感到震惊 最后的警告也是最后的底线 一旦触犯必定开战 没打起来库巴有些失望 但以他凶残的性质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人类这边的电能即将殆尽 使他们陷入了恐慌 而原类生活的森林深处 有他们需要的水利发电站 为了电力能源 眼睛难鼓动人类和星星开战 但是马尔认为 谈判才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他一个人来到星星的城寨 说出了人类的诉求 马尔带他们来到发电站 便极力地解释 人类真的需要电 宽容的凯撒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前提是 要上缴所有的武器 第二天 凯撒带领着几个心腹 在一旁监工 却发现库巴不见了 红毛说他不喜欢人类 要出去打猎 但其实库巴偷偷跑到了金门大桥 还发现了人类正在准备着大量的武器 两个男人正在练习实弹打马 而库巴带着两个小弟 悄无声息地悬在房顶 他们并没有发动攻击 而是一个大优偷偷跑进了武器库里